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同類療法是一種已經有250多年歷史的醫療方法 屬於全球第二大的醫療體系 有超過5億人口採用 現在註冊的同類療法醫生 已經得到75個國家的政府認可行醫支架 其實同類療法一直都獲得眾多知名人士擁護 美國150年來的11任總統 另外英國皇室數代成員 自1830年開始 一直有同類療法醫生照顧 英女皇伊麗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時候出現難產 全靠一劑同類療劑升麻二百絲 王子才能順利出生 否則就要否復產子了 同類療法在世界各種醫療中 屬於最安全的醫療方法 非常適合孕婦和嬰兒使用 印度國父甘地 稱讚同類療法是他認識的各種醫療之中 療效最高和最廣泛的醫療方法 袁大明醫生鑽研和使用同類療法 四十幾年 現在破天荒感在網絡世界 跟大家分享他的經驗和心得 解開成功運用同類療法的秘訣 詳盡地介紹各種同類療劑 療劑的特性和應用範圍 幫助大家自己找到適合自己的寧丹妙藥 當然如果各位聽眾的問題是比較複雜 發覺自己處理不到 需要袁醫生的幫助 亦都可以直接預約袁醫生會診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電話是2577-3798 現在就來聽一聽 醫生要為大家介紹哪種療劑 這次的療劑是叫做張腦 張腦大家應該知道的 CAMPHORA 這個張腦大家要留意的一件事 同類療法是有些顧忌的 譬如同類療法有時候遇到一些 譬如張腦就會將療劑解掉 所以我通常都要求 我們同類療法的療劑 盡量不要放在一些張腦的地方 或者香薰油或氣味很重 也有些人說 咖啡也可能會解掉同類療法的療效 所以張腦是其中一個比較上最重要的 大家要小心 盡量張療劑不要接觸 還有吃同類療劑的時候 不要接近張腦這些物質 其實張腦的盛名的時候 他曾經早年醫治過霍亂的 哈尼曼醫生在早年 因為他差不多說 單手地把霍亂的流行病阻止了 因為當時法國的士兵 在拿破崙的時候 法國士兵去遠征蘇聯 出現霍亂的問題 哈尼曼醫生當時提倡了 用療劑控制了當時的霍亂的流行病 因此拿到法國政府給了一個獎 所以大家要了解霍亂 通常霍亂的人會癱瘓 會很冰凍 然後又吐 又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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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舌頭很冷 通常如果他能夠說話也好 然後聲音都是高音了 或者是沙了 這是張腦應用的療劑 簡單來說 主要的症狀就是 靜脈抽縮和呼吸困難 因為那個血管 那個肺肺的血管是抽縮 他人很冷 整個人邊邊青了 這個可以這麼說 是張腦一個主要的療劑 他人冷 他人體溫跌 還有整個人是崩潰了 這是一個很古代用的脫水 還有主要的霍亂療劑 當然今時今日霍亂都有 但不像以前那麼難失控 其實在唐人療法 除了張腦療療療的霍亂 其實還有其他療劑 譬如酮、Kupram 和Varatrum 就是白黎露 這三種是主要的 是醫治霍亂的療劑 有個情況上 也可以當作一種預防 如果你知道某個地方 有霍亂的疫症 那些人都可以用這個療劑 這三種療劑是怎樣分辨用呢 Camphora 即是張腦 最主要是冷得很厲害 還有那些是米水狀的糞便 這個主要 但很多人是因為脫水而死的 而那個酮、Kupram 這個療劑通常是抽筋 手指、腳指抽得很厲害 那這個就是酮療劑的主要症狀 腹部抽筋 腹部抽筋 肺部抽筋 但當然最終都是脫水而死的 那另外一個療劑就是 Varatrum 那個白黎露 那白黎露的主要症狀 就是那個 那個口乾 口渴都很厲害 要喝水 那這三個療劑都是有冰凍 還有崩潰 還有大量的肚射 那這些主要都是一個 霍亂的主要症狀 那還有一隻就是 carbovector 是木彈 那雖然呢 我們沒有什麼機會 遇到這些這樣的 在文明地方的 城市居住的人呢 很少有這些 霍亂的毛病的 那就算有呢 通常我們公家醫院裡面 已經全部都幫你隔離了 但是都認識一下 萬一真的有一天 是需要用到這個療劑 大家都知道 就算這麼嚴重的 霍亂這些這樣的病 其實跟它療法 都有很多很好的療劑 而當時呢 在法國去士兵下 在長征蘇聯回來 是感染了這個 霍亂的流行病 是死了很多 很多士兵的 那哈利曼呢 是一手用這個療劑 是幫了他們很多人 當時的死亡率呢 是大大減低的 那當然呢 在現時的西醫用的方法呢 都是釣水 釣鹽水 扶持住 可能加上抗生素 這方面的治療 OK 好了 這個就是張老的療劑 應用的地方 袁醫生剛才介紹了的 同類療劑 覺得合不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寧丹妙藥啊 需要的話 有關同類療法療劑 可以在 銅鑼灣 炸電街 富城商業大廈二樓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陸創意健康店 買得到 查詢電話是 2577-3798 或者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網上訂購 網址 網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好了 今次節目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